他也完成了律师考试 他在台大念了双学试 又念了一个硕士 然后会计师跟律师 然后又上了哈佛念书 又拿到纽约州的律师这样子 可是他的资源 就是他的能做的事情 就只有可能靠他的眼睛 来看这所有的书 我想要让他这个精神 让更多人知道 说他是怎么样经历过这些事情 他还是实现他的梦想 陈俊瀚因全身肌肉萎缩 唯有口 语言难动 原定半小时的分享 因为呼吸不便 硬是撑了两个小时录完 出国来以后真的发现 就是其实世界各个国家的学生 其实都真的非常地认真在冲突 然后就觉得好像台湾 在世界舞台被边缘化得很严重 不收费的奖者 不赚钱的平台建制者 都是因为同样的焦虑 和心中的那把火而聚在一起 会不会觉得自己的身体 局限了出国看世界的想法 当然就是因为我是完全需要一个人照顾 就是可能日常生活 大小时都要由妈妈来帮我协助 可是其实就像我做任何事一样 我觉得你如果一开始就想到说 这件事你会遇到哪些困难哪些 就是可能自己去测试很多问题 那你永远都踏不出那一步 这条小时室 不可以 这么多的有些话 会不会有什么事 这条小时室 感谢观看